小伙伴们 今天小卖部老板那里上新货了 就是这一款 奥特曼55周年徽章盲盒 这个是最新款的 这个徽章盲盒里面有8款奥特曼徽章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可以开出超隐藏款 走 我们给小阿同学一个惊喜 小阿同学 老爸今天给你带了礼物 奥特曼55周年徽章盲盒 这是啥 55周年徽章盲盒 对 老爸 这个有这么帅了 是的 这个最好的能开出隐藏款哦 老爸 这个也有隐藏款 那必须的 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 好的 看一下你能不能开出隐藏款 隐藏款是哪一款 隐藏款我也不知道 你先打开看一下吧 对了 有8个吗 里面总共有8个 来全部拿出来吧 我们现在来开一下 好先开第一个 拆开吧 直接这样撕开 我刚刚看这隐藏款好像是赛家的 隐藏款是赛家吗 对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嗯 哇 这是什么高斯月神吗 一个小金币一样的东西 你看到没有 嗯 哇塞哇 这个可动的 看到没有你看 这是可动徽章哎 你看55周年 可动的你看到哦 我的天哪 对 还有张高斯月神的卡片 哇 还有张高斯月神的卡片吗 嗯 哇塞 可以啊 他他只有一共的8款 对一共有8款 一共9款隐藏是赛家 我们开出的这一张 嗯对好 第一个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 对 雷条 我带拿的带拿的 带拿的回招 有一张带拿的特别顺 他这个他这个不是可动的 他是这个是一张纸的 这个是卡在这里的 你看到没有 是卡在这里的 带拿的 哇塞 带拿也有一张卡片 对吧 带拿卡片 好来 第三个 这种 爱迪的 爱迪 哇塞 爱迪的 我看一下 爱迪的长这样子的 爱迪的 来 爱迪的卡片呢 这个就是爱迪的 好 可以 爱迪卡被折掉了 来 下面 我们现在开出了四款木桶 这个是不是赛罗呢 赛罗 折塔 折塔的 来 我看一下 折塔的 哇塞 这个是折塔奥特曼的 一个徽章 一张卡片 好 可以了 来 再往下看 这个应该是X X还是赛罗 X 赛罗 哦 我死狗 赛罗出赛罗了 哇塞 小伙伴们 出赛罗了 赛罗的最帅 赛罗真是帅呆了呀 给小样东西点个赞啊 小伙伴们啊 对 这张卡片也不错的 是赛罗真是太帅了 小样东西就喜欢赛罗的奥特曼 来 下面一个 第六个了对吧 那现在还有哪几个没开出来 还有 还有艾克斯 还有艾克斯 还有尤利安 还有就是奥特曼 奥特曼初代 有初代奥特曼 还有一个隐藏 尤利安的 尤利安的 好 可以 没有重复就是OK的啊 尤利安 好的 可以 卡片呢 在这里 尤利安的卡片不错啊 好 这是第七个了 第几个了 第七个 第七个了啊 塞甲的必杀鸡是什么 好 就就就还有两个了 最后两个了啊 隐藏 看一下 能不能出隐藏 隐藏 隐藏 不会吧 哇 哇塞 我的天哪 小强同学 你什么运气了 又开出赛罗 又开出隐藏款 哇塞 你太牛了吧 太帅了 隐藏款 哇塞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啥 我猜应该是 艾克斯或者是奥特曼 牛啊 真是太牛了 艾克斯应该是 肯定是 艾克斯 那艾克斯 艾克斯 哇塞 都没有重复的对吧 可以啊 这个徽章还真不错啊 艾克斯 哇塞 小强同学 啊 竟然这个隐藏款的也被你开出来了 那可以 赛家的隐藏款 这是最稀有的 你看 他这个盾牌 是紫色的 对吧 嗯 哇塞 小伙伴们 给小强同学点个赞 啊 发长了 给小强同学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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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小强同学 doct